喜欢我们家鱼烈姐说 大家好 我是鲼烈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游戏视频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 蒙大拿乡村爱情故事 那么实习者约翰 他把秋魔镇上的所有人 都抓进了教堂里面 现在秋魔镇看起来十分的萧瑟 几乎算是空无一人了 今天看来是个适合对决的好日子 你们看约翰这个家伙呢 非常的烧包 还铺了个红地毯 对吧 挺讲究的 行吧 咱们早上前敲一敲门 鸣鸣我是娇妹啊 嘿嘿 鸣鸣 老子一枪同一个鸣鸣怪 没有办法 明珍是个埋伏 也要来闯一闯 因为约翰手上 他有太多的人质了 不是约翰老哥哥 为什么我一醒过来 你的手还在我的胸部上 我就想问一问了 我娇妹的 娇妹的豆腐都被你吃光了 道理我都懂 说好的小猪佩琪呢 咱们改文别的了 不讲究啊你这个人 没有诚信了 行了 完了吧 哎呦 太好了 说真的 你把我的胸都捏得没有知觉了 不是约翰老哥 我又好奇了 你别嫌我话多 你刚才一共对了三个人 一个女的 俩男的 为什么这女的没被扒 反正是两个男的都被扒光了 你这个口味现在越来越奇特了 期日的格龙神父 他把书给换了 这是一个细节 哈哈哈哈 Let's try that again 哈哈 我們尚帶臨 我們到這裏�� Sheikh 我們奉心 我們到此裏祟這裏祟這裏祟 那些所盼為的邪屬 那些所盼為的邪屬 你 你 尼克 萊 放在祥詩培話上 你 你 尼克 萊 放在尼克 尼克 尼克 尼克他 他拒绝屈服 你要是不服 我就把你电脑里面所有的种子 所有的游戏存档 包括备份都给你删了 你自己看着办 Nick 这样的狠话 让一个硬汉变成怂淡了 约翰你真恶毒啊 血肉 哎不是等会儿老哥怎么冲我来了 玛丽没在旁边呢 他先来的 先来火灶嘛对吧 我得排队 你这 真的没选择了吗 这可糟了 约翰要删咱们的存档了 我好慌啊 但是约翰 你可晓得 我只玩扫雷 你懂吗 你个别致 扑得好大姐 来吧 干起来 教堂里面 有两个 然后外面会冲进来一个 大 杀出去啊 别急 不要急 最高的弄马门点来 好 可以往前冲了一个划铲 进入这个矮墙 做掩体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吧 大爱妈的发根 好 咱们准备上车啊 按照计划是咱们在后面 操作这个机枪 然后玛丽没大姐 开车 啊 What the fuck 不是 大姐不是应该在旁边 直接上车了吗 你才瞄的 怎么从那边跑过来的 你是怎么舔着脸 好意思催促我快点的 你怎么不从火星跑来呢 老姐姐 哎哟 真的是 土豆游戏嘛 我正在习惯 你给我快点 心太炸了 我那时候真的心太炸了 就这帮人怎么帮我打邪教吗 我一个人挺好的 快发动车呀 哎哟 急得要死 真的 急得头发都白了 来吧 这个车别打 这车是友军 他有两个作用 第一 是友军 第二 他可以 帮他们扛一发RPG 好 我会铭记你的啊 来 怼起来 然后后面那辆车 还是友军啊 不要打 不要打错了 疯狂扫射 哪里不服扫哪里 使出一招乱披风枪法 啊就是 瞎他们要乱打就可以了 好吧 关键是一会儿回来战斗机 哎 这就打个血了啊 有点危险了 打个血 来了 Come on Bitch 一轮扫射让他下来 没有问题 OK 然后还会有啊 应该是三架的东西 说得不说 约翰毕竟是 毕竟是席德 他 毕竟是这个 约翰毕竟是他亲弟弟嘛 所以说这个阵容比较强大啊 他遵约阵容很强大 三秒 两架飞机 这就是令人感到睿智的操作 如此睿智的操作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痛击我的友军 帮助我的敌人 你们做到了 好吧 嗯 这边还有广告牌啊 上面写着 我们爱你 我们将带走你 或者说我们将进化你啊 可以这么翻译 哎 这个有情有事 确实可以在这种地方 为所欲为啊 前面快到了啊 咱们要去的是 约翰毕竟的牧场 那个地方 之前那个据点 咱们是打进去过的 前面辆车 哎 咱们来晚了 这个约翰已经 坐上战斗机跑跑了 这个诺夫 现在打是没用的啊 差不多快到了 那么下一步很明显了 就是要追上去打飞鸡了 啊 计划是咱们登上停在机库里面的一架战斗机 然后追上去把约翰捶下来 哎 这边还有些杂鱼啊 我疯狂扫射 还要走一个 好了下车 准备上飞鸡 哎 就是这架飞鸡啊 摸一下尸体 好了 踢上去 坐进驾驶舱 准备起飞 约翰知道为什么怼你吗 不为别的啊 就为你摸我两回胸部 我就得弄死你 你受死吧 你个bitch I'm coming for you 那么空中队阶这场boss战呢 在最高难度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当然你只要会这个技巧 还是so easy的 蛮简单的 首先你要做一个事情啊 注意 先扫射的驾驶舱的位置 一定要扫射 哎 看到没有成功了 先把他那个机炮手给捶下来 哎 他驾驶舱后面有一个副驾驶的座位 对吧 上面有一个机枪手 那个家伙如果说你在后面一直咬着他的话 他扫你是很痛的 有可能你先给内了 哎 然后今天咬着他 拿机炮磨的血 不用磨太多 磨一点就够了 然后一直咬着他 等时机差不太多了 哎 差不太多的时候就现在准备 一发混蛋直接入魂 看到没有 直接空血 如果你先发着混蛋的话 他也是空血 然后你再扫两点给了 所以咱们先磨点血 然后直接一发再走 就这么轻松 然后咱们调点角度啊 因为他马上要跳伞了 他也不傻 注意啊 开明 哎 跳伞了 咱们准备在空中羞辱他一波 调整角度 哎 等他开伞 速度慢了 嗓射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他不会死啊 咱们也跳 哎 开伞 不要开太早 也不要开太晚 容易摔死 好吧 但是这是个挂逼看的那样 咱们就算把他打趴了 他落地之后呢 也是能站起来的 但是我跟大家打个赌 我跟大家打个赌 我落地之前 他都得死 注意啊 调整角度 哎 我疯狂扫射 你不死 你个Bitch 不屈你妹 钥匙是我的了 拿我来买 你还不想给是吗 我 什么 如果 Josef是正确 你有哪种想法 你有没有停下来 你们想到那个 都应该自己的 你曾经说他会瘋 但是他没有 看着你 这个世界上的 你能感受到你的鼻子 看著頭髮 看著誰在操控 你想這個鍵嗎 因為你覺得你救人 但他們已經安全 我們有一個計劃 你不明白 你不相信 你不在乎 祝神在你心裡有祝福 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所有的反派 在死前都要一頓鼻鼻 哇 好費解啊 哎 約翰啊 雖然說你不忍 但是我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我不可不應 所以我決定對約翰 進行一個短暫的遺體告別 啊 約翰 愿上帝寬恕你迷失的靈魂 臣歸臣 土歸土吧 阿門 我雄敬澤 再次 哎 What the fuck Holy shit 你有點捣亂了啊 逼你 啊 信號彈 Holy shit 不是 有點眼熟這一幕 我怎麼突然想起 突殺機那一期了 哇 糟了 Holy shit 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 有一種不祥的預覽 等會兒啊 這火力有點猛 先打個甭帶啊 穩一點 穩一點 哇 這在進行一體告別呢 不要搗亂啊 很嚴肅的場合 等他過來啊 不是 一波來一波 沒完沒了了怎麼 Holy shit 來 躲一下 哈哈哈 神他媽 公路上連環追尾事件 哎呦 鄉村公路 莫名其妙連環追尾事件 來 黃金桶 嗯 算了 不拿了 啊 哇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啊 有完沒完了 不是 咱得知好歹行嗎 行嗎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場合 啊 我這要送別的 我現在很心痛 好嗎 能不能不要搗亂了 好 咱們回歸正題啊 該說到哪兒了 啊 我熊敬澤 絕不蹂躏他的屍體 因為他是邪教 我們不是邪教 我們作風不能太邪惡 哪怕我被敵人打死 從山頂跳下去 我都不會碰屍體一根寒毛 你看 我寬恕你了 約翰 你看 我寬恕你了 約翰 你看 我再一次地寬恕了你 約翰 我心腸就是這麼地軟 藝術就是爆炸 哈利路亞 罪惡得到了淨化 阿們 那麼戀戀不捨地告別了約翰的遺體 咱們現在來攻打他的地寶了 因為雖然約翰這個小壁池他死了 但是他的地寶裡面 關上了很多無辜的老百姓 尤其是女警哈德森被他關在地寶裡面 咱們需要把它給揪出來 標記一下 這個地方有很多人 但是都是一些火把子而已 又要開始無雙了 其實大家發現沒有 一代孤島驚魂還是挺硬核的 玩我都知道難度很高 從二代開始就出現無雙的端逆 到三代 四代 包括現在五代 那真是 真的是 真孤島無雙了 那就是 來 扔個炸藥 看到新武器 剛買的M249 而且是特製版的M249 之前咱們拿的是M60 M249更輕便 射速快嘛 雖然說他威力不如M60大 但是 因為他射速快 所以他 顯得火力更猛一些 這個傢伙 這個姿勢 自掛東南枝 姿勢很奇葩 一路碾壓 好了 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摸屍體 摸屍體 老規矩啊 上子彈摸屍體 OK 差不多了 咱們現在把這個鑰匙捅進去 哇 就像開那個 輻射裡面的冰彈鎖式一樣的 嗯 等一等 什麼輻射 沒聽說過啊 不存在 好像是一個 挺好玩的RPG遊戲 以後有機會咱們玩一玩 以後有機會的話啊 我開坑 錄一下輻射的視頻 確實 咱們必須要讓這個視頻多元化了 對不對 很有道理 包括美國末日啊 說話起兵咱們可以都嘗試一波嘛 對不對 哎 用這個當眼皮啊 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 在遊戲裡面 就這麼一塊薄薄的鐵板 也能幫我 躲避大多數的子彈 哎這個重甲兵 你只要用這個速射武器 猛轟他頭部 他的頭盔瞬間一掉 再一個爆頭 他就給備了 哎當然如果是 傷害比較低的武器 想打他的頭盔還真有點難度 好了一路殺過去 他每次自己想進這個地堡 拿鑰匙開之後 他還得靈這個門是嗎 哇覺得好累 很吃力 他地堡應該還有什麼其他的密道暗門 什麼之類的 瘋狂碾壓 這邊有個中甲 對直接幹死 我一秒就躺了 這個叔叔真的可怕 拿著子彈 你看這個玩意兒真的爽 我跟他說這個射速太快了 你知道吧 不過說真的 射速快有點耗子彈 他這個彈藥是個問題 為什麼拿了一個 拿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前空翻 拿了一個詭異的前空翻 體操王子是吧 白蝦這身體操功夫了 好 好了 這會應該沒有敵人了 咱們繼續往地下深處走 你要想知道這幫邪教到底有多麼缺德 你看這就知道了 你看他們殺了多少人 而且都是折磨至死 余翰這家伙真的壞 那麼本來是想救哈達森的 但是一看 這些邪教徒已經都被弄死了 怎麼回事呢 Holy shit 居然是哈德森 但是他好像已經磨成了 畢竟一個人被折磨這麼久 他有點敵我不分了 他本能地想弄死所有今天的人 哈達森是我哈達森 我是嬌妹 哈達森美女 美女 美女 對美女挺爽 你他喵的這個 你這個禍真的是 不聽美女不聽爽是吧 我沒有想過你回來了 有些...有些事開始發生 所有的佩格子開始掌握 所有的窗子開始閉嘴 所有的窗子開始閉嘴 我們在內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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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解釋了官爾 我 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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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就来 那 他就站在那里 看 我们在祝福 那 他就 看 好像还是有点不正常了 毕竟受了太久的折磨 我就喜欢这个倔脾气 说实话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女警撑不住了 他进了这个传小组织 就这么被烟香拷打 我 我以为他被洗脑了 他屈服了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扛住了 真了不起 你想啊 邪教肯定 使您各种手段去折磨他 对吧 比如说啊 给他看小熊弗里皮的视频 或者说 给他看小熊弗里皮的视频 再比如说 给他看小熊弗里皮的视频 哇 真的难受啊 好了 门打开了 继续无双 大 你看真的爽 好吧 在地宝里杀人是真的过瘾 因为人又傻 你看地方狭窄 这种巷战真的是太过瘾了 而且关键是自带透视挂 你看没有 这个游戏嘛 只要一标记之后 那就是自带透视 随意杀戮 来吧 大妹子 你们得救了 快出去帮我吸子弹去 咱们把实话说出来 这边还有啊 咱们还需要再救两个人 来吧 两位大哥 出来帮我当子弹 大哥 说你呢快快快 你看这家伙 眼神都呆滞了 被洗脑洗得差不多了 好像舍不得走一样的 好了 咱们现在要找出控制室 在这边 他那边从主控台 帮咱们把这个放了下来 然后咱们把这边打一下 然后下去 继续无双 看嘛 哎 你这个位置 急而帮应你躲的这个位置 里面一个中甲 直接撸死 看这火力真的是恐怖 我跟他说你要拿普通小冲锋枪打的 且打的 所以打这种人 要么就是直接中火力 迅速爆头 直接秒 要么就是直接肉搏 千万不要拿那种 威力很很弱那种速射武器去跟他对 对 在这个难度下很吃亏的 出来防守啊 主动防守这招 大 行了咱们接着回去拆啊 需要把那些控制器全给拆了才行 其实他就很像一种那种大型的录像带播放机 对不对 最后两个 对 搞定 好咱们现在要爬上桶舱 就回到刚才那个位置啊 有人这边有人 我一地尸体 跑过了 对应该这边 好了咱们现在往上爬啊 那么说点其他的事情 啊 相信有时候看了我 《孤导金魂5》这个视频呢 觉得很奇怪 哇熊哥你以前都是会在 视频里面讲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小知识 为什么在这套视频里面 你没怎么表现这种知识呢 没怎么讲的呢 这边有一位水友呢 老觉得我讲的也没有意义 是浪费时间 所以怎么说呢 不太想讲了 当然了也有水友呢 也有一部分水友是表示支持的 我说 哇熊哥 你都不知道 你每次讲那些莫名其妙小知识呢 我都挺开心的 因为 怎么说 你不讲了 我睡觉就睡得慢了 你说这单妙的多扎心 啊 就合着催眠呗 对吧 当然了 我跟他说 确实也有很暖心的水友 真的暖心 跟我说什么 说熊哥 你都不知道 你说你那些知识莫名其妙 其实真的 比你想的还莫名其妙 有时候真的 我跟大家说就是 就全凭一口气在撑着想做视频 玩笑说玩笑的 玩笑说玩笑 好了 全毁了之后 好 好 一路往上 来 来 终于出来了 这边还有些人啊 藏着很多人的 机枪扫射 换他 有点虚 快快快打一崩蛋 崩起来啊 崩起来 好了咱们需要把这个发射井给打开 这是一个飞弹的发射井 他左右 上面有两扇门 好 这边还可以开关啊 好了 那么两个开关都开之后呢 对 他现在会毒盘一下 然后重置一下啊 接着杀 哎呦 Holy shit 这一喷的 我靠快快快快 崩起来崩起来 哎呦 屎差没给呼出来 我靠 别慌 冷静啊 好了 发射井缓缓打开 上面会有一些人 一会呢 直升飞机会来接他们 他会让你抓勾 勾上那个直升飞机 然后让直升飞机把他们带走 但是我跟大家说 在这个难度下 千万不要着急 发射井上面会有很多人的 什么时候清干净了 全杀干净了 你再走 不然的话我跟大家说 看着那个距离很短 你只要 你只要一抛抓勾 一往上一爬 瞬间被秒 没有人用悬念 啊 所以先杀 好 杀 漂亮 哎 任务搞定了 老百姓高潮了 约翰的地堡被捶了 老百姓都很兴奋 跑上街上 就像僵尸一样 像不像一帮僵尸 有人接到的那种感觉 好了 荷兰谷 就被解放了 那么现在又到了商业火吹的环节 老哥你先养商去吧啊 你那块皮油不疼了 一个马后炮 事后祝个亮临 大姐 那你可能想多了 你这话可能说早了 你说对了我有事求你 下回别捅我了啊 你说对了我有事求你 你说对了我有事求你 我说你 你也想多了 我家人 你也想多了 我 我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我 你 你想多了 你 你想多了 我 你 你 他只是孩子,当我们的家庭被拖离了 他爱的,敬敬,充满的喜悦 他容易被估计了 John不是完美 他甚至不太好 我给大家翻一下这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弟弟约翰虽然说很不好 但只有我能欺负他 其他欺负他的人都得死 就跟我一样 就像我的表弟 我可以欺负 我可以说他不好 但如果你们说表弟不好 那你们就说对了 你们就说吧 无所谓的 行吧 咱们这期就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咱们下一期就要去找妖女费斯了 拜拜